明天就是小年夜了 高工局预估明天就会出现第一波的返乡车潮 在明天下午的时候三点开始 预估车流量高达180到200万辆 而现在也因为免费通席的时间 可能有原本的7个小时要延长为10个小时 所以高工局也担心 原本预估台北到高雄大概开6个小时就可以到 但是有可能大家抢着免费上路 最后破功了 让大家更优心的是 还有e-tag传出扣款可能有死角 如果是小车跟在大车后头的话 车牌辨识系统拍不到 不过现在远通明确的表示 拍摄死角的欠费 他们会全部吸收 春节廉价首播车潮 预估小年夜涌现 将近200万辆次的车流上国道 因应可能出现了大量异常交易 远通的异常作业处理中心 人力已经倍增 春节还要再补人 每天带有100人来轮班 春节期间会增派到120人 那目前处理的问题车牌 大概每天是有10万多笔 从祭祀到现在 有列管了3000多笔的张屋 还有折损或者是 未造的车牌的名单 加强辨识度 因为春节开始 鸡和小组就会持续抽策正确率 不过现在却传出有小型车辆 刻意紧跟大车 试图规避门架上的摄影机 成了收费死角 拍摄的部分没有办法做到 这笔钱就由远通店收 来负责赔给政府 这个时候要给远通压力测试 所以如果免费的话 反而让他没有机会压力测试 这个是在帮助远通 所以我们认为 一定要继续收费 不赞成全天免收费 因为不管是塞车 重复扣款的房呆机制 还是车流量 对远通来说 通通都是全新考验 最有限的 第一次期 也认为 可能是伊址 派断 是 柯